最後要教的是眼睛 眼睛 我們第一個喜歡考的問題就是說 眼睛的什麼東西跟照相機的什麼東西是差不多的 我們介紹的東西叫水晶體 這個水晶體就像個凸透鏡 就像照相機的鏡頭 我們說它是用來調整焦距的 因為它可以變得比較肥或變得比較平 變得比較肥焦距比較短 變得比較平焦距比較長 一般的透鏡磨好之後 焦距就固定了就不會再變了 我們上課這樣教你說水晶體是凸透鏡 然後呢它用來偏摺光線 讓它能夠聚焦 實際上水晶體只是微調 主要的工作是在角膜那邊做到的 不過我們國中不這樣教你就背水晶體就好了 再來就是你的瞳孔 你看你旁邊同學的眼睛 黑眼珠跟白眼珠 就是你的黑眼珠 現在當然是咖啡色對不對 中間有一圈黑黑的那個洞 那個洞就叫做瞳孔 這個瞳孔會讓光能夠進去的 所以像照相機的光圈 照相機的光圈讓光能夠進去 光圈大一點 光就會進來多一點 小一點光就會進來少一點 那你的眼睛也一樣 那個傳說貓會比較誇張 可以進去那一條線嘛 我們人應該沒有這辦法 所以現在是大一點或者小一點 有個知道你是不是再見的方法 就是拿光照你的眼睛 如果拿光照你的眼睛 你的光是放大的 就表示你已經塞阿媽 走掉了 因為 就是你的那個已經沒辦法 那個是放大 是自主不用人思考的 所以表示你已經再見了 然後是我們說後面 感光材料 感光用的 然後呢 感光環 所以我們說像底面 感光用的 可是人的視覺不是這樣產生的 那後面還有一個 有一個視覺神經到大腦 大腦就讓你看到 大腦會講到 所以我們考試一 就是問你說誰像誰 誰像誰 其實還有別的可以講啦 你的眼皮像什麼 你的眼皮像什麼 眼皮第一個是像鏡頭蓋 閉起來就看不見 第二個是像快門 快門 快門就是會遮住 沒有光 打開有光 所以眼睛閉起來沒有光 打開有光 打開有光 快門 OK 還有別的 不過我們沒有考這個就是了 然後呢 眼睛的成像 折射之後 在視網膜成什麼像 來 我有一個小小的眼珠 可以看到大大的你 所以他成了什麼像 所以他成什麼像 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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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號是誰 成什麼像 正力倒立幫大家縮小 十項虛項 這需要想那麼久喔 你的小小眼珠 變成大大的你 這成什麼像 我看到了 5 4 3 2 1 再見 你 感光最實像嘛 那你的小眼珠 有大大的你 但是縮小啊 十項都是倒立的啊 倒立縮小 十項 然後再由你的盪把它翻正 它成像倒立的 再把它翻正 OK 然後所以視覺過程 是這樣過程的 外來光 經過腳膜 然後通過銅口 然後經過水晶體 水底有結狀肌控制 它會平一點還是 凸一點 然後就可以 微調你的 折射的情況 然後經過後面的水浪液 玻璃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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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視網膜 產生訊號 經由視野的神經 看到大腦 你就看到了 最後看到的是什麼 大腦 所以我說那個 吃了不該吃了 喝了不該喝了 就看到人家看不到的 幻覺 幻視 幻視 OK 這樣子 所以就像這樣 吃了不該吃了 喝了不該喝的 OK 來 這個就是眼睛 你可以看到旁邊那個 你可能看不清楚 眼睛的這邊 有個像是倒立的 眼睛這邊有個像是倒立的 然後旁邊那個洞就是我 開著我 然後這是正立的 這是經過你大腦 這是經過你大腦做過的 然後呢這裡有光過來 你看到這裡光比較重 所以 你看那個瞳孔 就比較小一點 離開一點 光少一點 瞳孔就會大一點 要調整我的光亮 調整我的光亮 就這樣子 然後你看到他旁邊 有個一閃一閃的光出去 右邊光 就是老師說 我的視網膜把訊號傳到我的大腦 就讓我能夠看見 就是這樣意思 就是我們的行程的方式 就是我們行程的方法 OK 這就是我們視覺行程的過程 好 所以 外來光線的主要折射是角膜完成的 但是我上課沒有這樣教 我上課教你的水晶 你就考水晶體就好了 然後呢 瞳孔是由紅膜控制 剛剛跟你看了 光線強 瞳孔就小一點 光線的瞳孔就大一點 控制光亮的 然後結狀肌收縮 他就會讓他變得比較軀 比較彎 這個焦距會比較小 當然會講適合看近物 然後呢 放鬆 會變得比較平 區度比較長 焦距會變得比較長 就適合看遠物 後面會講這件事情 OK 來 為什麼都是倒立了呢 為什麼都倒立了 剛才有講一件事啊 講一件事也可以啊 面對我 微笑 五四三二一 再見 今天一直傷我的心 叫起來都不會 老師教育徹底失敗 我們都是鏡頭 我們都是要成實相 我們都是凸透鏡 凸透鏡 成實相 都是什麼相 倒立相啊 都倒立相啊 所以大家都倒立啊 我們 我們都要讓我的視網膜 都要讓我的感光材料 底片CCD感光 要在那邊成像 所以光線實際會去成實相 我們鏡頭像凸透鏡 眼睛像凸透鏡 凸透鏡 成像都是什麼相 倒立 十相 當然都倒立了嘛 那你講過嘛 我們教你的 十相都是 倒立的 虛項都是 正立的啊 剛剛有跟你講啦 OK嗎 OK